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欢迎聚焦 我是主持人萧峰 今天我们和仁爱医科大学的行政部主任 米娜熊医师我们来聊一聊中医 熊主任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熊主任过来 我们想跟大家谈一谈中医 熊主任 其实在美国的中医 我有一些美国朋友 他们去做过针灸 他们也做过按摩 当然他没有去吃过中药 他在问我说中药怎么熬 我说这是个太复杂的事情 我说你可能需要跟你的中医师去了解 当然就是说在美国的中医 已经开始越来越被更多人接受了 没错 作为人 1971年号 话说就是尼克森总统访华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有个记者 他就是患了这个蓝尾炎 必须要做的切除的手术 那这个切除过后有一个麻醉退药的这个期间 他发现了有点不舒适 所以呢就在他这个访华期间呢 就是说他们也参观了这个中医院 也看到了这个针灸治疗的这个过程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记者呢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 那他呢就接受了这个针灸治疗 没有想到非常快 没有吃药 就靠针 让他呢就得到了痊愈 所以他就把这篇的报道呢 一无一时回到美国 纽约时报就刊登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造成了非常烂的 还是有雷子的力量 是的 是的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是说 那开始就渐渐这个中医呢 就开始在美国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甚至于早期有一段时间 还没有中医师这个执照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呢 实际上听说在纽约那一带 还有人包这个大巴士啊 特别开到纽约去找中医师 听说那个时候的中医师啊 一个礼拜就可以买一栋房子 哇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但是呢这个中医的执照还没建立 当然也没有这个中医学院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但是所以很多人这个华裔的朋友呢 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 大家常常都飞回香港去做短序 再飞回美国来就开始做这个针灸治疗了 所以呢在这么多年以来呢 在就是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 渐渐渐渐立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早期就像您刚刚提的 以前就是师父带徒弟 是 并没有一个正规的 就是早期大家把中医物认为是江湖术士了 在美国有这个概念 是的 所以事实上 甚至于你要做个中医师 你不需要念到硕士学位 那在多年前我们就立法了 立法之后呢 我们也被教育局认可的一些中医学院 就是可以来教授这个中医相关的医学 就正式成立着这样的一个学府呢 大概是有七十多家 现在是全美国 对七十多家 那最主要呢 在美国跟中国呢 不太或者是香港 台湾 日本 韩国等等 不太一样的就是 在您也有提到说 在这个中国 就是念中专开始就可以念中医科 可以念推拿科 你可以到二专 三专 甚至于到大学 你可以去念这些科系 那在台湾呢 你就是必须就是高中毕业 你就进到中医医学院 然后念个五年 那在中国的大学学制也是念个五年 对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有这个行医的资格 考上执照 然后行医 那在美国不一样 在美国呢 你必须是要有这个大学的学历 甚至于短期大学 我们讲短期大学 专业有关系吗 专业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是学mechanical 我也可以去学中医 是的 就像说你在这边念法学院 你的大学都是念本科 OK 你一定要进法学院 然后念完法学院 然后你才能考 考BAR 考BAR 然后才可以当律师 一样 医生中医师也是一样 所以到今天这个阶段呢 其实中医院培养了非常多的医生 为什么 待会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些数字 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医学院不断的在开展 然后医生也 甚至于医生人手都不够 按照学制来算 中医我本科毕业去读学中医需要几年 基本上如果你是没有这个中医底子的 所谓中医底子像在中国刚刚提到 很多都从中专开始大学都念了五年本科了 那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本科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呢 甚至于在中国都行医多年了 那他到美国来可能他直接就可以考执照 直接考执照 但是是有条件的 那还有就是他 如果是说我还要在美国哪一个硕士学位的话 那他可以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医医学院 然后来拿像我们的学校呢 仁爱医科大学就是六十个学分 你就可以有就可以毕业了 那就可以毕业了 对 然后呢 当然他呢 也有资格就是直接就是考我们加州的针究师执照 甚至于考我们美国的全美执照 这样子 那这是英文考试 哦不 在加州的针究师执照呢 有三个语言你可以做选择 有韩文跟这个中文还有英文 哦 所以呢 本校呢 就是开设了两个语言的教学 一个是英文 一个是中文 必须要在我们学校完成所有我们要求的这个学科跟学分加上实习 以本校来讲的话我们必须完成236个学分加上960个小时的实习 960个小时的实习 对 那也就是说总长度最短也要三年了 最快的话三年半到四年 三年半到四年 对最快 但是呢你不能超过六年 我们要求你在六年内必须完成我们学校所有要求的课程 对 熊主任 是的 其实呃 刚才我听到您那个这个早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医师那个做上做上了几个月的班就能买这种房子 那太吸引了 也希望我也衷心希望现在的朋友们可以如此 现在好像没这个环境 但是呢七十几所学校在全美国来讲不少了 你想西医的医学院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有的 都是比较好一点有一点成规模大学才有西医医学院的 可是这样一个中医的一个医学院竟然在全美国有七日几家 学生们出路怎么样 其实我这边有个数字 大家可以听一下 现在全美国的西医人数呢大概有81万左右 那注册的中医师的人数呢大概2万左右 那也就是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 合法的中医师事实上有很大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那怎么说呢 像一般现在大型医院都已经有附设这个中医部门 比如说Kaiser 他们在北加州的这个医院有些医院都已经附设中医部门了 那甚至我也有看到一个报导就是这个军医院也开始已经列入中医治疗的方式 但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从到最根本来讲 美国政府对各个国家这种传统的医学予以某种程度上的承认和允许的行医 它一个是借鉴于这些长几千人的这种经验 也不光是中医了 其实因为我从西雅图来认识很多印度朋友 他们也有印医 它有些印度的自己的传统的医疗方法 虽然我不懂 但我相信恐怕也跟我们中医有很多相似的处 但我没听说他们有医学院 但是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予以保护或者说予以鼓励的一个科目 两万人如果按照全美的三亿多人算真的不多 可是如果仅仅按我们华裔大概这三四百万人来说也不算太少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医被接受程度有多高 是的 我刚刚讲这个数字 我再提一个市场的需求 特别寻求替代医学的这些患者有多少 对 大概有三千八百万人 这么高 对 也就是说这个我刚刚提到 WHO世界卫生组织 定义在中医 就是我们这个替代医学里面 就是包括我刚刚讲的针灸中药 还有这个推拿 包括刚刚您讲印度像瑜伽 像这些都属于一个 就是属于这个自然疗法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只是每一个门槛不一样 譬如说像我中医师我会去教瑜伽 那瑜伽的老师不可能来教中医 只不过我们是属于同类的一个替代医学的范围 也就是寻求这样的范围的病人有这么的多 但是就是说患者他们寻求的方向有的时候会模糊的 所以说还好我们中医就是针灸师已经有一个规定 我们是有执照的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知道我如果要去找一位中医师 我必须要找有执照的中医师 职业的这个针灸师 我才会 对 才会 不是说我只到一个按摩店去给人家按摩一下 我就觉得我的病治好了 现在的这些患者已经非常有这样的一个 大家有这个意识和这种知识了 是的 早期大家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对这方面是很模糊的 对呀 他说连中文都不懂 他怎么会懂得中医呢 是的 确实也很难为他们 如果美国人看到中医的疗效 就像您一开始跟我们讲的这位纽约时报这位记者 一个针灸就让他减轻了很多痛苦 甚至让他疾病痊愈 这对他来讲 所以中国人就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大家确实看到特别是亲身经历以后 现在的很多的 我经常我原来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 我都会去找我的针灸师做个针灸 我都会找我的这个推拿按摩师帮我做一个推拿 现在看 因为这在加州 加州呢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比较好的一个州 可是很多地方内陆一些 特别是在中西部中部一些地区 现在的美国人虽然有这么大一个市场 三千多万人需要替代的医疗制法 但是作为中医师 就在我们实践过程中 现在的白人们 也或者说是其他族裔的朋友 对我们接受度 就从陆传基来看有多大 是非常的大 因为我对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是抱着很乐观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我的像美国朋友 只要知道说我是州医师 他们有问不完的问题 那他们非常的好奇 那为什么这好奇是有原因的 那一定是他们在西医上面所治疗的 这个失望度可能增加了 那可能在尤其是对这个副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恐惧感也增加了 那甚至于有一些他们发现 我只是一个病 可是我要做很多的检查 我才可以去做治疗 事实上已经脱过治病的黄金期了 譬如说像面瘫这些 在我们中医来讲 我们一个礼拜十天之内 我们就要做很多的治疗 可是在西医你必须要做照片 你要去检查 面神经的检查 所以往往就造成病人 就是拖过了一个治疗黄金期的抢救时间了 那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就每一个治疗的医学都是有它的价值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校特别重是在中西医结合 因为我们学校背景 事实上我们有七家医院 所以就说这也是我们校长 也是我们的CEO他非常着重点 就是我们中西医是要结合的 因为有些emergency 有些是开刀手术坏心 这个我们中医是不能做的 所以就说这只能跟中西医来做结合 才可以达到我们真正就是说 帮助患者跟病患民众 他们的一些健康上面的一个治愈 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医师的这个出入 对啊 那所以就说在这上面我们跟中西医 事实上我们很多从西医 尤其是family doctor 他们referred给我们的病人 其实是很多 那他们可能有一些有忧郁症的 甚至于他们不一定会去找心理医师 他反而会来找中医师 因为他认为中药可能可以调理他的身体 事实上是的 中医里面还包括了食粮 对啊 那食粮我们尤其我们中文特别熟悉食粮 为什么我们从小爸爸妈妈就炖什么 这个糊那个糊 里面有人参啊有红枣啊有什么的 这些其实我们从小都吃到大的 我们身体是很习惯的 可是老美不一定习惯 但是现在他慢慢在接受 说起接受啊 就您的了解 像是其他族裔的 我们中国人国人就不讲了 其他族裔的主要来找我们中医师 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病症 或主要什么样的医疗的一种诉求 是 基本上呢分两大类会多一点 就是说一个是痛症 嗯嗯 确实 肩周炎啊 腰痛啊 坐骨神经痛啊 这些痛症居多 特别是现在现代病 玩管综合症 尤其是玩滑鼠玩多了 打电脑这些 像肩周炎的这种病患者是特别的多 那再来就是慢性病啊 那慢性病里面包括 其实最近 呃 不孕症倒是蛮增加了 蛮多 嗯 还有再就是癌症病患者 啊 有特别是啊 西医refer出来最多的就是癌症病患者 也非常的多 啊 特别大的晚期也没什么办法 也他们就觉得说啊 他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啊 那当然我们看待生命 是不是这样看待的啊 非常感谢熊主任 谢谢谢谢 米娜 谢谢米娜熊跟我们谈了这么多 中医教育和中医的问题 我们也感谢我们广大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收看 和收听 谢谢您 再见 再见